施妮娜不甘心落败 高调晒出全家福漫画 隔空跟71岁太王表白 太王的后宫其实并不平静 除了争风吃醋的宫斗故事 还面临着王储大战 其中施妮娜的处境很微妙 虽然是马哈国王的宠妃 但是王室地位却始终比不上苏提塔 满打满算 施妮娜已经被禁足了两年 曾经因为跟王后抢座位 直接遭到了禁足 本来以为只是小城大剑 没想到马哈国王却大动干戈 直接把贵妃禁足在瑞士 并且两年没有通况 曾经的施妮娜宠冠六宫 甚至有望成为泰国二王后 给了苏提塔很大的压力 如今被血藏两年 施妮娜内心肯定不甘心 还是想要创造机会复仇 施妮娜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全家福漫画 为我们传递出很强的信号 看来施妮娜还是想复仇 为家族带来荣耀 也要给王后一点颜色瞧瞧 这幅漫画还是延续了以往的画风 施妮娜晒出了一家人的Q版形象 隔空跟马哈国王表白 事实证明贵妃画什么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泰王是否接收到了爱的信号 为了以防万一 聪明的施妮娜还把婆婆失利计划了进去 就是为了博取泰王的好感 此外还晒出了很多日常温馨画 贵妃和马哈甜蜜约会 脸上全程都挂着幸福的微笑 王室专家安德鲁爆料 施妮娜已经面壁撕破了两年 有望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贵妃马上就要过生日 不知道泰王会不会送上神秘大礼 把施妮娜借回宫中 施妮娜虽然是血藏的状态 但是经常更新社交动态 晒出了不少照片和视频 除了曝光自己的美照外 施妮娜还演唱了一首公益歌曲 在泰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跟上次被费不同的一点是 施妮娜这次没有原则性问题 王室也没有发布公告 因此只要马哈想迎回贵妃 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这样的剧情大众也是喜闻乐见 施妮娜目前还是王室成员 冯浩和勋章并没有被尺度 因此还有负重的希望 不得不感慨贵妃娘娘会撒娇 如今自己独守空规 自然百无聊赖 因此经常隔空跟马哈室爱 虽然都是一些老掉牙的攻斗手段 但是马哈国王天天就吃这套 双方的感情还很不错 如今的施妮娜被禁足 一直遭到王后的严密监视 甚至跟军方也脱不了干系 当然马哈现在忙着立处 分身乏术 没有机会营救贵妃 因此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太王心里是由施妮娜的 不然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原谅 很多网友也纷纷感慨 太王只有跟施妮娜待在一起的时候 才更加轻松和惬意 甚至有种老来翘的感觉 反倒是跟王后同框的时候 太王一板一眼像极了上下棋 从很多老照片也能看出 太王简直把施妮娜宠上天 多次身穿情侣礼服 在宫中面前秀恩爱 只可惜王后背后的力量太强大 直接让贵妃下台 并且还限制了马哈的营救活动 无论是希拉米还是施妮娜 都比苏提达要受宠 只可惜双美组合没有背景 输给了全力滔天的苏提达王后 泰国的宫斗剧还在继续 小编有预感施妮娜还会回归 倒是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后面的袍购之质 都比赦了 消息 mellan